大家好 我是王慧玲 我是住在内湖的社区基民 不但是社区基民 而且我还是慈祭的环保志工 社区环保志工 我从86年就开始做环保 做到现在 我从白发做到现在满头白 黑发做到现在满头白发 我还继续做下去 那慈祭 我还没有在我的生命之中 如果没有慈祭 把慈祭两次拿掉 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将会是一个在家里 整天抱怨老公跟老公吵架 吵得天翻地覆 还有我整天打小孩 我的小孩 自从我参加慈祭之后 我小孩跟我讲 妈妈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参加慈祭呢 我就不用被你打个半次 那还有 还有就是 我以前在家里 除了跟老公吵架 跟小孩子打小孩 要求功课之外 我参加什么啊 示威游行 我一天到晚 只要有示威游行 我一定跑第一个 然后请这个 那个抗议牌子上 抗议抗议下台下台下台 我当年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生活没有目标 可是我参加慈祭之后 慈祭挽救了我的心 也救了我的婚姻 因为我当时一直闹闹离婚 也是因为 慈祭 它改变了我 我在 参加慈祭的很多的社区的培训课程 当中 我了解到 我自己要反省 还有呢 那个正眼法师 他告诉我 他说什么 他说 女人啊 不要太过膨胀 不要太过自大 如果太过大 那个太太的太 下面那个一点 就跑到上面去 就变成犬 犬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家里 在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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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那样的 而且我还不懂得孝顺我的婆婆 自从我参加了以后 他改变了我心 救了我的心 我不再示威游行 我也不再跟我的老公这么样吵架 我的孩子也从此天下太平 他不用再受疲痛之苦 还有呢 我在这个团体里面 我不但我自己改变了 我还看到了很多人改变 比如说呢 我们这边 我们就有一个 那个陈师兄 他以前是个酒鬼 他的爸爸妈妈 他劝也劝不听 老婆孩子 没有饭吃 可是他自己 因为家里的慈忌 而改变了 他现在 已经回弃他的就业市场 还有呢 我们还有一个 那个蔡师兄 他这个 他这个独消 他自己吸毒也就算了 他还呢 卖毒 结果他最后是因为参加慈忌 然后呢 他自己改变 他不但自己改变 投入社会 然后成为一个 社会一股的经济力量 然后呢 他还怎么样 他还到那个监狱里面去 读到一百多位的那个受刑人 让他们跟他一样 回复正常的社会的经济活动 所以我非常感恩 希望这个地方能够 那明天呢 那么多人要来 那你们这边 也是 不好意思 不是我们消音号 我们大会不会消音 是没有麦克风 没有电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是我们消音号 那我想 那个 我们以 第一次发言的人 邱香 谢谢